各位學員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各位學員 同心 大家早上 很高興 今天看到大家坐到什麼 還有那些年輕人來到打招 我們大家一定有希望的對不對 對 今天我要跟大家學習的 探討的 會規格制度和內部控制 因為這個課程 實在 很重要的 要做一個 那些 行政人員 如果沒有了解 會規格制度 跟內部控制 翁翁 你犯罪就不知道 有一個 會 前套 給你來錄 因為 我們 學員 有在說 他 台語 聽得比較不 所以 我會 插歌 我們 算是 民安威 或是 那個 做 北京 這樣會 插在說 因為 有的 說聽不太 清楚 所以 我會 交付 兩種 發音 為什麼 大家 要來 研討 這個課程 最重要 就是說 一個公務人員 如果你不了解 會計制度 我們等一下 會給一些實例 給大家看 原親標 是 一個實例 原親標 大家都知道 他的 判罪的 理由 是 什麼 貪污 用公款 去喝花酒 把他判罪 貪污 所以 判刑 把立法委員 拉下來 國民黨 又把他的 兒子 捧上去 這個就是 國民黨的策略 你要聽我的 原來 他是 無黨籍的 給你判 用一個陷阱 你跳進來 把你判罪 然後 再來 你聽我的 我來提名 再給你當選 這樣大家 很清楚嘛 對不對 這就是 會計 會計 制度 他 以前 會計人員 或是他的 幕僚人員 他認為這個沒有問題啊 以前都是這樣用的啊 都可以到 酒家裡面去 消費啊 也都沒有問題 也都沒有問題 那麼 吸水多獎 法院是我們開的啊 你 你不是國民黨的 我就跟你判有罪 不是國民黨的 判有罪 那國民黨的 就眼睛啊 張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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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議員 這個就是很明確的嘛 所以大家要注意啦 會計制度啦 馬金球沒有事 陳水扁就有事 很清楚嘛 很清楚嘛 這個就是什麼 會計 制度的問題嘛 跟內部控制的問題嘛 所以這個課程重要不重要 相當重要 相當重要 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 你當了 台灣政府的官員 你 犯了錯誤 貪污是什麼 條例治罪 槍斃喔 大家都知道喔 台灣政府的官員 我們執政以後 貪污一定槍斃 先大家認聽出 我們是來替 後代子生服務的 把台灣 建造一個 免力 世界公認的 Homosa 一個地方 所以 很多 來這邊 有的 服務的 同仁 同心 都是 普遍 這個心情啊 來參加的啦 有的說 很多 有的我的親戚告訴我說 你應該很好過嘛 為什麼這麼辛苦 初二 初三 還在跑 初五 同心說要去 廟裡面去花 宣傳單 我們也造氣 我們也造氣 今天 初八嘛 所以 來參與的 這個 同心 都有自己 未來的 理想 在 歷史上 要來 寫歷史 有一個定位 我也是跟我的 親戚講 初六 我們 家族 集會 我 四 四姐夫告訴我說 我們 很安穩 過就好了 何必 這麼 勞累幹什麼 我跟他講 張文彥的 剩餘價值 還要在 創造 人生的 意義 做得 更有 對台灣 以後 的人民 有所貢獻 這個也是一個 功德 如果大家 有這種心 一定會成功 百分之 一百 我 跟大家 保證 因為 我們 跟隨的 秘司長 的腳步走 絕對是 沒有 錯誤的 台灣 唯一 一條路 那麼 那 因為 這個 就是開場白 跟大家 了解一下 會計 相當的 重要 判你有罪 法官 法官 找一條 來跟你判 判你無罪 他也可以找一條 什麼 大水庫理論 什麼來跟你解套 所以 你 要 當 台灣政府的公務人員 你心裡面 一定要 知道 絕對絕對 不會跟流亡政府的作風 相同 如果 我 當法官 第一個 要判的 就是 會計人員 你 為什麼 把你們的 子官的 那麼 不可 報仗的 你跟他 報仗 你跟他 合成 因為你是 專業人員 你知道 會計法 跟各 相關的 法令 你跟他 報仗 會計人員 沒有事 審計人員 也沒有事 依照 抓主官 來判刑 這個 這個就是 流亡政府的法令 我們以後的法令 你是 當 什麼 職位 如果你 患了 罪 職官 一定 負責 但是 你是 承辦 這些事的 你 罪 還要更重 所以 要當 民政府的公務人員 你如果 要來當 你要思考 這個問題 絕對 絕對 跟流亡政府 絕對 不一樣 所以 為什麼 要換政府 全盤換 嘛 要不然 留的 那些 只是換上面的一個人 下面的 跟你 跟你 推託 跟你 辭言 也沒有辦法做 所以 我們會 在 國會的架構裡面 一定是 有 參議院 有 有 眾議院 眾議院 是選舉 出來的 執政以後 經過 經證 憲政 以後 才有選舉 先 成立 參議院 大家 畫這一本書 大家 歡歡 看 我們有一本叫做 台灣 人民 全力 法案 公 公民全力法案 這個 就是 參議院 通過的 還沒有 那個 我們 眾議院 已經 在 筹劃中 這個 也跟大家 報告 那 我們 還沒有 選舉之前 我們的 眾議院的 眾議長 就是 我們 後面 那個 我們 潘副主席 那麼 起來給大家 跟他鼓掌一下 是 我們眾議院的 議長 這個也給大家 了解 未來 我們是這樣 因為 四千名 受信的 美國交代 是 未來的 執政的 重要的人員 你 事先 心裡面 要有準備 那 要 充實 自己的 專業 還要 你們 還要 去 介紹 跟你 年輕的 有專業的 來參加 我們 推廣 我們的 身份證 這個是 我們 最重要 最重要的 事 那 到這個 階段 我們把它 停止 我們來 講 我們的 會計 制度的 案例 會 會 利用很快的 時間 跟大家 介紹 一個 輪廓 有 有人 告訴我說 為什麼 我沒有 一級一級的 改變 不同的題目 在講 因為 我們的 課程跟 觀念 不一樣 因為 這個是 最基礎的 如果你沒有 你來參加 才看到 那如果 我們現在 轉 講到 49集 從 第一集 我就開始講 那 現在 我說如果 要出書的話 也很方便 每一集 準備一下 做一個章節 我現在 已經 49章了 我 為什麼 沒有這樣做 當然 有的 都會看 在 國外的 朋友 都會 看 網路 因為 我們這個是 世界 發生 同步 看到 49次 很 拍攝 因為 是什麼 因素 有的 新來的 都 不了解 到時候 你當了 官員以後 你到時候說 為什麼我們上課 都不講 所以 幾乎上課 都講得差不多 所以 沒有換 秘書長說 不要換 這個是要給大家 一個概念 當然 我們 會 講 這幾個 但是 時間上的因素 我們 我們 需要的 可以拿隨身碟來 錄 這個 PowerPoint 可以錄回去看 有問題 我也有E-mail 那麼 可以跟我聯繫 這個 跟大家 補充 說明 那 好了 了解我們 大致 今天 會 會盡量 把它 帶過 現在來講 這個問題 這個 流亡政府 在國外 他們是說 是 獨立的 國家 在 台灣 發送的 在美國 633的事件 知道633這個事件的 劉33 就是在美國 被 美國 調查 集 當場 扣 抓進 牢房的 事件 知道的 請舉手一下 好 謝謝 也是 差不多 四分之 一多 大家 差不多都 知道了 那 不知道的 這個 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是犯了什麼罪 只要 沒有遵循 會計制度 為什麼 一個 處長 這個 如果是有 有邦交國家的話 就是一個總領事 總領事的官位多大 大家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的請舉手 那 大家好像沒有舉手 我來補充一下 總領事 要派到國外去當總領事的時候 都要跟總統照相以後 都要跟總統照相以後 才出去 這個官位大不大 相當的大 比較大的總領事館 有辭書 有辭書喔 政府派的辭書喔 官邸啊 他可以 請客 請外交 國外的 外國的 使節 或是說 我們僑界的一些領袖吃飯 都可以到他的官邸去吃飯 他用辭書 請 都是公會 也有用人 因為 他 去用什麼 灰力冰的 原來的心想 寫的是夜薪一千兩百四十塊 但是給人家只有多少 這個貪污不貪污啊 貪好大對不對 那 像這個 案例 一個總領事 等於是 那麼大的官 他還要自己 像出納領錢 再來交給這個 佣人 這個事情他要不要做 如果 做 會計 程序的制度來做的話 你可以 叫那個 會用自己到 出納那邊 領款就好了 你還要經手 那 那 那 就是 貪污 因為 人家說 跟我簽的約是 一千兩百四十塊 給我四百塊 他當然不甘願啊 他就去 搞啊 如果 待遇都一樣的話 這個事件會不會發生 絕對不會發生嘛 很老虧啦 很老虧啦 ROC 他們說是 欸 我們要 他說什麼呢 就 他們要開公平會 他說不要啦 我們是 那麼 錢賠一賠啦 我們就 協商認罪就好啦 趕快回來啦 美國 司法單位說 不可以 扣了 兩個多月才把它換回來 他 什麼待遇 總領事啊 一個高官啊 穿什麼 手銬 還有什麼 交流 原來 他為什麼 他們的調查 調查局 馬上去跟他扣走 聽說啦 他 在辦公室 辦公出來 上廁所 就 回不了辦公室啦 連眼鏡都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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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給他回 拿 回去拿眼鏡 你看 他說 要用 外交 豁免錢 他 他是一個民間 紙織的 在美國 是一個民間 紙織 因為 當時 流亡政府來的時候 是 麥克爾賽的命令 來接收 然後 然後 留下來 回不去了 就是 霸佔台灣 我 他 出國的 然後 他 他 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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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啦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所以 告訴各位 要告訴各位 很多 沒有按照 程序 內部控制做得不好 問題就會 出來 那麼 一下子 8300多萬 你看如果現在 22K的 要做幾年 才能夠賺到這麼多錢 所以 大家要了解 貪污 舞弊 實在 有一個年輕的 同心 來受信的學員 早上坐在我旁邊一起 吃飯的時候 告訴我 以後我們的政策的 那麼 經濟 財源從哪裡來 來 我們 結於 現在的流亡政府的所有的開支啦 結於一些項目 我們就直過啦 大專院校的協會前面 我們 我們一直在 在這邊 也在 啊 國 那個年輕人的 培養他們的 要去上學 要到國外留學 這些 都是我們 國家的責任 啊 我們 沒有 向人民收錢 應當要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 上到大學都不要錢 這個協會 都會前面 我們執政以後 一定要做到 所以 要告訴各位 我們 開出來的支票 一定兌現 我們都在這邊宣布 如果你是 掌握 某一個單位 我們 密室長開出來的支票沒有兌現 你下台 一定 開出來支票 絕對對限 不會說 沒有達到多少 633 我的薪水減一半 到現在 有沒有錢啊 還在增加他的 特殊費 你看這樣 氣死人嗎 台售啊 在管理上 那 應該算是 很不錯的 一個公司啦 啊 因為 他們也很 重視 啊 他們的 管理啊 但是 他們 有時候 忽略啦 忽略啦 單位 大家清楚嗎 如果是同一個單位結婚以後 通常都要掉開 不同的 機構 那 那 台售 啊 這些方面 也沒有做到啦 事實上這些都是 內部控制上的問題啦 所以 這個例子 也給大家 知道一下就好了 我們 我們再來看 一個雇員 公務人員 什麼 啊 我們考選部怎麼講 要到公家去做事 都要經過什麼 高考 普考 考試通過 啊這叫做什麼 又創造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什麼 雇員是什麼 就是 要給 高官方便 你們的親戚朋友 因為 你們 就是 這些高官 就是 他們有特權 認識的小孩子 來來來來來這邊上班 就上班了 這個叫做什麼 雇員 一個雇員 侵占 重點科技基金 2600萬 2600萬 一個雇員啊 主追回多少 3萬7 啊 怎麼講 交易部 與建立相關的制度 避免 以後再發生 說 制度 避免 絕對是有的 這個 這個是怎麼樣 沒有 避免嘛 沒有 內部 控制嘛 你看一下子就2600萬 錢從哪裡來 很多啦 要的話是很多 像這個紅石智慧 這個不是我講的 新自由時報報道的 這個也是 你看 他的當時候的執行的狀況 你看 這些 這些 凡是 人民 極需要的 巴巴水災 執行的程度 慢吞吞 日本 震災 也是 慢吞吞 這個給大家知道就好了 不吃 這個就是 財政啊 審計不收 未來五年 藏著高空 來看 各級政府 潛藏的負債 就是2017年 一年增加了兩兆 一直在花錢 一直在花錢 夢想家 兩個晚上 花了多少 兩億三千多萬 股市場 有沒有事啊 有沒有事啊 你們要怎樣 對啊 你們 沒有 nichts要怎樣 主席上 這個是在管全國的單位的會計 等於是這個會計上他還開小 你看 自日行銷開違法的後門 這個也不是我講的 你看 那要怎樣 所以我們用國際法戰爭法 請美國趕快把它請到金門馬祖 後世福建省的平潭島 這個很多啦 我們不再提了 我們現在來 什麼叫做會計制度 這個要知道一下 會計制度是依照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 跟相關的法令 所以做會計人員 這個可以入帳 這個不可以入帳 應當都很清楚 那麼這個制度下來訂立一個機關會計內部的 循環作業 一個程序 從交易發生到記帳 然後做記帳 因為還有很多分路 做收支傳票 然後分類帳 然後再轉到總帳 然後做試算 試算完了做調整 調整完了再調整後試算表 再來邊工作底稿 然後來邊資產付代表 審議表 類似這樣的過程 這個就是會計行環 會計政策 我常常講會計政策 真的是 我們在這邊上課 那麼流亡政府的官員 特事部門都在看 我講到會計政策 我就會說賴清德市長不錯 他說 永康會淹水 這個沒有解決中央有關水利史 沒有經費撥下來 他要拿台南市去抵押貸款 要把它完成 我在永康 人德那邊上來 看到那邊在挖水櫥 要來解決這個永康的淹水的問題 我常常會 我發現 你覺得 是 エポ 賴清德 本土 台灣人在執政 所以她現在 可能聽了好多次 心裡面癢癢的 現在去做一個標示出來 這個不是賴清德做的 這個是水利時地級工程室在這邊做的 這個就是證明我們在這邊上課 相關單位蠻重視的 好啦 在會計法裡面 所謂會計制度是包括有這幾項 這個我們也同學看一下 有PowerPoint 可以去 來 政府會計 政府會計制度是什麼 是在政府預算管理的工具 來未來各級政府推行政務控制資源 依照相關的法令的規定 設計一套會計紀錄跟報告方法的處理程式 那麼我們這個預算制度 是要達到控制機關的各項稅入跟稅出的目的 我們執政策 我們執政以後 不是各機關來編預算 我們有一個專門的預算局 第一 他認為要怎麼編預算局先編 再給地方來認為地方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送到眾議院參議院來 還沒有眾議院的時候 要送到參議院來審核 我們參議院已經 我們參議院已經 老早就組織完成 所以 大家有那一本 就是經過參議院 就是經過參議院 全體的參議院通過的 好啦 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 大家也要知道一下 第一個 這個就是說 某一個機關 跟私人的錢 跟公家的錢 一定要分開 這個就是政府的錢 跟你私人的錢 都要分開 這個就是 叫做一般所謂 企業個體的假設 再來說 繼續經營的假設 我們執政以後 當然會經過 經證 信證 憲證 在憲證的時候 才開始選舉 因為 台灣 很 有人說好像沒有選舉 不是一個民族的 一個國家 那當然也要經過這個程序 我們 經證 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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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證的時候就會有選舉 我們是 我們是 眾議院 要給大家選 參議院 是推薦的 是推薦的 那 那 貨幣單位 我們是 要發行 正台幣 正台幣 跟 美元要同時 沒有 沒有 身分證 你要 40萬 來 換 一塊 正台幣 回去 回去 要告訴大家 你的 親戚朋友 我 初六 我跟 我的 家族 講說 大家 來 申請 身分證 到時候 我不接受 你們 來說 拜託拜託 來找我 我 絕對 記者 事先 就跟他 講明 你們 要到各地去 申請 現在 就趕快去辦 到時候 你 沒有這個 身分證 你就要 拿40萬 來換一塊 正台幣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流亡政府來 教我們的 他 當時候 來 把 台灣的 人民的 錢 都掏空 4萬 換一塊 年輕的人 都 我來這邊 上課 都聽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 來講 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 經過 怎麼樣 實質上 實在是 沒有 沒有這樣 他 為什麼 你們這樣做 是不對的 這個是 公平 正義 再來 貨幣不變 貨幣不變 我們就不談 這個 要 大家 知道一下 4月1號 4月1號 1945年的 4月1號 4月1號 是什麼日 蛤 對 有的答對 4月1號 是愚人節 這個就是 怎麼樣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來麻醉我們 4月1號 都不算 都是騙人的 這個是日本天皇 在1945年的4月1號 對 就是當時候實施 那麼 明治憲法 就是在台灣實施 我們派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參加他們的國會 我們 可以去當兵 這個 就是 形成了 國際法的規定 就是 不可分割的領土 永久 現在 那個 中共 都不敢講 台灣是他們 不可分割的領土 以前 豬肉雞 好兇喔 台灣 是我們 不可分割的領土 現在 都 消氣 去 去 去 肉體 好啦 再來 就是 重要性 這個就是 看大家的觀念 來 決定這個性質 我們 成本 效益的問題 這個就是 以後 的 那個 編預算的時候 都按照 前者機關來編的話 一定要按照 一分比的大小來排列 要大於一的 才可以做 最少 最少 越高的 先做 如果是 小於一的 不得執行 所以 不會有 不會有 文字館 文字 巴那罐 一定不會有 有 現在有很多 幫阿冠大家不知道嗎 知道 好 再來 現金收付 這個 就是只有現金 才 才做收付 再來 我們來看 這個 現在 政府 單位 我們 以後 也採用這種 制度 叫做 前者 收付 基礎 就是前者 發生基礎 制度 什麼叫做前者 這個月 所賺的錢 要算這個月的 雖然 沒有收到 我們也要算這個月的 不能 說這個是下個月的 算 下個月的 就是 現在如果這個月的收入 就要算這個月的 下個月算下個月 下一年度就算下一年度的 前者 要分開 這個很重要 有時候 有的單位要來騙我們 對他有利的時候 他用什麼 對他有利 他說 我們是現金收付基礎 現在說的 當作現在的收益 要來騙 他這個報表 沒有寫什麼制度 來騙大家 事實上 如果目前的規定 都一定要按照前者發生 那尤其現在 都採用 IFRX 就是國際財務整則的報導 民間上市公司 必須遵循 國際財務整則報導 這個是 那 時間 也過得很快 那麼 因為 有這個情形 我們 也 上一堂 剛好 超過了五分鐘 我們這一堂也差不多 超過了五分鐘 那 要 要 POPPOINT的話 要拿隨身碟 去給我們同仁 很感謝大家的參加 謝謝各位 感謝 羅勒 下課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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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